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什么地方人 渝州人吧 她的户口所在地是 她有没有户口还两说了 这话说的 住在渝州的人能为户口吗 您不明白吗 您看这个人是不是宜州人 是看他的户口所在的 我要看这个人 是看他在不在这儿玩 那他以前有没有犯过事进去过 没有 这小毛贼啊 之所以小 就是因为他没进去过 看来天气不是他傻的呀 也不一定 这就跟啊 念完高中念大学 念完大学又念这事那事是一样的 小毛贼也想往大了混 你的意思是说 他有杀人的胆量 这年头 这个要给的足 谁没有杀人的胆量啊 少在这儿胡说 您别介意 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圈 这样吧 你给我找几个 跟锤子熟悉的人过来 不要画在那儿发现 行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一个男影星 谁呀 我知道吗 不告诉你 说出来丢人 后来不喜欢了 为什么 因为他结婚了 他就是不结婚 也不一定娶你呀 可是 最起码我还有希望啊 你吃好了吗 你该回家了 你知道 那个男影星长得像谁吗 那都是你们 这个 小孩玩追星族的把戏 我哪知道 长得像你 人家 你 帮我 我 你 那我走了 小鹿哥 还不握一下手 妈 小鹿 你在这干嘛 那还能干嘛 等你啊 等我干什么 想见你 我是不是也必须想见你 那倒不是 那好 我现在想休息 站住 干嘛 你要接到啊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 离离小鹿远点 你管得着吗 你可以喜欢电影明星 也可以喜欢你 你甚至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喜欢李小鹿 你谁啊 我哥都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哥是你哥 我是我 我还告诉你呢 李小鹿和咱不是一种人 谁跟你咱们呀 我就知道你非得让我拿出正确 证据我没有 我有的只是感觉 新感觉派 你别这派那派的 总有一天你会觉得我说的是对的 很对 永远都没有那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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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句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再说一句 我要东西拿回来了吧 我要东西拿回来了吧 再给你讲换了 再给你讲换了 他答应了吗 没有 松口了 没有 但你打算拿什么东西来跟我换那二百万美金 不换了 我不换了还不行啊 不换就不换 你神气就不换 你气什么啊 又不是我找你换的 喂 下午有个美国电话找你 谁啊 你说什么姓朱的 一说你就知道了 一说你就知道了 我真的要不换了 你跟他说没有 是吗 你怎么知道了 是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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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又要下班了 你们还要继续为革命工作呢 走吧 我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大玻璃罩罩在这个案子上 而且有人在把这个罩子里的空气不断地往外抽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在侦探小说里隐藏的凶手 也就是最大的凶手 一定是贯穿始终的 是的 你还说这是唯一的要件 对啊 我看不一定 还有一个要件 这应该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善良的人 并且最没有可能的人就是他 有点道理 他还应该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 接着说 那好啊 那我们就根据这三点 重新看一下我们这案子 甄别一下所有的出场人物 不用甄别 李小璐 你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朱春元和丁峰都是他老常人的部下对吧 你就看看一下现在的所有经济案件 基本上都是老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之间发论的 罗子善还绑架过他 他要是跟罗子善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说什么罗子善也不会绑架他呀 为什么不会 我查过他的有关资料 他好像获过一个什么地区柔道比赛的名字 是海南第二届企业家协会柔道比赛的第五名 对 海南 看起来只有我没有研究过李小璐的材料 你跟他太熟了呀 你怎么知道 小文就跟他很熟啊 哦 还有 我还查过他的资金往来 其实他不是很有钱 他既然没什么钱 那凭什么国贸的项目给他做呢 对吧 据说是林彦丽的钱 那林彦丽的钱又是从哪来的呢 据说 林彦丽的先生是国际上 一位很有名望的建筑大师 一切都是据说 所以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两颗特损 查账 调查和美瞳工资相关的一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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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东西啊 怎么贵 不买没关系 今天我请客 要不然 我先看看 那好 如果你看着值 我可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行 就这些啊 你怎么从那么多账目里边我还掉下来啊 反正就是看到了 你从哪儿弄得这一件事 你先告诉我 我就给你 信息这个东西 都说共享共享的 可是一旦我说了 就成了你独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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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吗 检察院 你这是干什么的 我都到检察院了 我还能干什么 坐下 还有办法呢 据我所知 到了检察院 一切都完了 还没有到立案的那个程度 还有救 那你快说 刚才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我知道 那好 你到宾馆开个房间 才能慢慢谈 行 行 平时约你出来一回 是要多难有多难 真是的 手里没有米 连鸡都叫过来 算你很 小姐 买蛋 搞一封销 干嘛 给检察院送去 先等等吧 为什么 如果这事真的和李小路有牵连 那咱就不说了 如果没有 国贸你还干吗 什么了不起啊 此处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那你股份呢 这可是你辛辛苦苦 干了这么多年攒下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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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诺 十万火鸡也赶快过来一趟 怎么了 你又喝多了 别喝多了还要命 你赶快过来吧 好 你等等 我觉得啊 咱们还是应该向简开来举报的 你是简开来的不人 如果要是隐瞒材料 在法律上恐怕很麻烦 怎么说了半天又说回去了 一旦举报了项目就出去了 姜够本啊 什么 你没在农村待过 你不知道 这姜要是当种子剥下去 如果没长出来 到时候发出来 还是那块姜 赔不了本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一旦犯事 国贸项目肯定被放 甭说别的 银行的利息就把你那姜吃没了 你拿到了项目 别人金山银山也挺紧 项目一没 药账的排成长队 鸭也把你压矿 好 要不这样 咱也学学那当官的 把事放在那树 好 妈妈 听到 你说咱们的运气怎么这么差 安排好好的 顶峰出事 接着就是姜海波罗子善 好不容易把他们了断了 冒出一个什么朱春元的儿子 徐彬的媳妇 这是一条不归路啊 你别这么说 我心里只发毛 是 傻儿 那么多事咱们不是都过来了吗 好多次 都听我去 胡说 那靠的是我的努力 我就怕来个总爆发 这要咱们把每件事都办好 它就爆发过来了 脑袋躲着这儿呢 加油起件事 先减急的来 咱们先商量一下 怎么处理徐彬两口 我认识一编剧挺逗的 他把他觉得有意思的事啊 都做成一个一个小卡片 如果他要写一个爱情题材的戏呢 就把什么罗密欧 朱丽叶 梁山博 朱英台和朱德勇都拿出来 朱德勇谁啊 台湾多有名漫画家啊 不知道 孤陋寡温 除了工作以外 确实 他就开始不停地组合 组合出什么呀 男女的事儿 这个世界上都一个道理 对啊 组合出来准致大杂会 你别说 有的还真挺像回事儿的 原因就是他抓住了一个核心 什么核心 核心就是爱情啊 什么第三者啊 矛盾纠纷 都是为了爱情这个核心展开的 咱们这么多年办的所有的案子 它的核心就是为了钱 这个案子就是一点二亿 你呀 说着说着又回案子了 我的意思是待会儿回办公室 我也把所有的疑点给排列出来 试试你说的这种组合 你呃 Iили i i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去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那就是你 反正我没有钱 你先不要把话说绝了好 要不 要不你再宽限我几天 宽限几天 我爸爸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 还要宽限你到什么时候 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在什么地方 这恐怕变不太重要 我觉得咱们应该面谈 要不你马上回国 这不可能 我是你父亲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应该相信我 你也要相信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同样也相信 你不会向检察院去举报 你错 我一定会 你不会 第一 你这么做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为了牟利 我被捕 你一点利益都得不到了 第二 你的举报 不会有人相信 你没有证明 更何况 你是罪犯的儿子 第三 我在宇宙经营多年 自然有一些关系 自然有一些 不一般的关系 哼 好 管不了你那么多 你有关系是你的事 我现在只希望 你尽快地把钱给我炒好 这个你放心 再见 谢谢 陆佳 你说这么个大阴谋 怎么会漏洞百出呢 按理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智商 都不会低于你我 我猜想 他们一开始最多也就是想挪用这一点的 因为一点二亿不是几百几千几万块钱 是不可能说没就没了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为了弥补漏洞 他们开始杀人 每杀一个人 就出现一个新杀手 这个杀手出了问题 就干掉这个杀手 蓝勇 刘忠 那杀江海波的这个杀手怎么找不到呢 不是罗子善吗 你有点明知顾问了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田七 我心里头 总有个想不通的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 你心里的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老板 是罗子善 那个打火机 那个打火机几乎是罗子善的标志物 他怎么可能把他的标志物留在现场呢 没错 人家剧组拍戏 不可能说我要拍香港就到香港 拍纽约就到纽约 好多问题都是就地解决的 但是如果我要在北京拍香港 那就绝对不会让背景里出现天安门 对 Disk 高兵 对 那个 门祸 发生日白 你们几个怎么就不长长记性了 嗯 今天我没时间管你们这个 放松点 别那么紧张 有件事让你们办一下 我执着 我这里有幅画像 让你鉴定一下 看过之后觉得像谁 现在知道 不许互相交流 听了没有 听门话 选门话 选举啊 这么多废话 看 转过去 谢谢 动作快点 真香 这么多钱啊 这是你写的 锤子 你跟我玩儿潇洒是不是 除了东南西北风 我一个字都不认上 行 哪天我教你写字 收起来 别玩了 听了没 什么事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看你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怎么不动快呢 我等不跟你说事的 既然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谈话 就没必要遮遮掩掩 我知道你手里掌握了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 一份和钱有关的材料 我又不是检察院 也不是反贪局 我上哪儿去搜集你的材料 咱们俩认识时间不长 可我早就听别人说 你是个非常豪爽的人 看来传言不可信啊 直说了吧 就是你老婆从财政局查到的那份材料 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 我希望你相信 我李小璐没动过公家一份钱 我刚才说过 我不是反贪局的 但是有一点我想告诉你 早坦白肯定比玩坦白强 可这得有个坦白才行 一个人做事要敢做敢当啊 我承认 我承认当时有人动过那笔钱的脑子 是谁我就不用说了 因为我没必要说死人的坏话 而且我的确知道这笔钱的想法 那问题就简单多了 把钱还回去 把实习说清楚 没那么简单 因为这笔钱现在不在我手里 都在里面 走 走 你爱过 我也热爱这个国家 我把钱从境外转回来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不过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给我一段时间 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我千万不回来 那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真不肯相信啊 拍出法是一种很科学的方法 你总不能不相信科学吧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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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醒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几点 两点了 我睡了这么长时间 不可能 你播表了吧 我才没有呢 你整整睡了两个小时 都快把我吓死了 我都要打120了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你的呼吸慢慢正常了 我一想 肯定是你太累了 睡会儿就没事了 所以就没有打 你找谁 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叫朱晓霖 你找谁 李小璐在家吧 李小璐 他不住在这 我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 自己说的话 自己都记不住啊 不是 我刚才有一点失忆 我记不起来了 你要是想让我重复 就直说 别再吓唬了行不行 我确实说了一句 挺重要的话 当然很重要 那你重复便给我谈 你说 我爱你 你胡扯 你别胡说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刚睡醒那会儿 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说我拨过这块表 拨过这块表 对 对 拨过这块表 拨过这块表 我和爸爸 是你父亲的老部下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把你当大结队的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世界上最大的仇恨 莫过于杀父之仇 这个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你开箱吧 杀了你 并不是我的目的 我来的目的 是想念会属于我的东西 我听说 你有个小女孩很可爱的事 我真想抱抱她 冤有头债有主 该是谁的事你找谁去 可是你和李小璐是夫妻啊 她的钱也就是你的钱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世界各地我都转变了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花招我都见过 你说这个 太有点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就一直等在这儿 是夫妻的话 她总得回家了 好 那我先等着 我就不信她不回家了 我就不信她不回家了 去我找个按摩的 去找个按摩的 I... 你到底会不会变 锤子 师父是我 你活你员了 你还真敢回来 我在外面实在是混不下去了 想起来要手艺又没手艺 要本钱又没本钱的 你不是全了笔钱走吗 那 那桌子排下来 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叫你锤子真没错 远嫖近度 这点道理都不懂 还在江湖上混 所以重新投靠师父 学艺了 少来这套 我问你 天琴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啊 看着我 站住 站住 过来 躲什么躲啊 我没躲 没躲 我明明看到你躲 跑 走 我跑了 有没有见过锤子 没有 真没看见 我要看见了 我早向你请过你了 我说的 我对天保释 一举角 你说我要是伤了人 我还赶回来吗 我早杀人犯 可是大罪 锤子 你可别坑我 师父 一日为水 终身为水 我坑谁也不能坑您呢 你从货门出去 在门口管车等我 行 接着给我 你小子要是敢耍花招 吃不了兜着动 看什么看 我好像看锤子了 有一天 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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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away 二天 二天 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吗 你杀了我或者是我女儿 都没有用 我不这么看 你从小就是个心眼多的人 我相信你早就侦察过了 李小璐就在渔州 在渔州不回家 也不给家里打电话 你说这意味什么 但你们总是夫妻啊 像你这样走遍全世界的人 按道理说 不该问出这样的问题 这男人要是一离开家 前早就离开了 离开了你也应该有一些 十万八万的我有 但我相信你要的不是这个数 你想要什么钱 我知道 什么钱 你一点而已 怎么说钱在你这儿 你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可笑 钱要是在我这儿 李小璐就不会离开了 那钱在哪儿 到底在哪儿 在李小璐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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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不会离开我 在李小璐那儿 在李小璐那儿 她也不会离开我 这是我这段日子以来 吃得最舒服一顿夜宵 以后我让你天天吃上这样的夜宵 李小璐杀江海波是最合理的 就算不是她自己动手 也是她指使人杀的 原因就是江海波动了那一点而已 李小璐才是这个案子的主角 朱春元 丁峰 罗子善都是配角 没错 可是证据呢 你别着急 证据又不是早餐 谁能一下子端出来 打火机 从打火机入手 一点一点差 你要是再不说 我就采取最后的手段 无所谓